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迈入第七年的爱能改变一切华人大型圣诞晚会 6月9号在城县西敏市的水晶大教堂 切开今年的活动序幕 9号中午主办单位邀请城县 以及洛杉矶地区的牧者传到同工 在水晶大教堂的餐厅进行一项说明会 就今年圣诞晚会的场地以及活动事项进行说明 主办单位之一的美国华福中心总干事齐少林牧师说 目前已确定12月17号星期六晚上 恰定在水晶大教堂演出 是否下午在水晶大教堂要加演一场 以及12月18号是不是要租用其他场地上位决定 目前节目内容以及贵宾都还在邀请中 主办单位之一的大洛杉矶教会网络会长周一方牧师 透露去年圣诞晚会吸引的四位尼姑前来参观 他事后并有佛教机构的负责人信主成为基督徒的见证 很鼓励在场的牧师传道同工们 周一方牧师并且说明 圣诞晚会在全美国外州联军举办圣诞晚会的情形 去年在西雅图纽约与新泽西州 加上南北加州一共举办了七场圣诞晚会 来宾人数在一万人左右 今年东岸的波士顿也将加入联军的阵营 主办单位之一的绞生社区中心总监李伟强牧师说明 去年以前的慈善捐款曾经到过四川、甘肃、天津、北京 跟台湾的台东等地区贫困机构以及学生 今年将捐赠到中国有需要的地方 说明会中借此机会并向各教会邀请2071圣诞义工干将 包括招待、收奉献、用餐服务、交通指挥、舞台布置与扣勤等等 今年的节目中将有百人师班 所以征求师班员加入演出的行列 以下是各地区城市的牧者领袖的呼吁 当我们高级基督的时候 我们要看见你要吸引万人来归向你 欧人康里所有的弟兄姐妹 所有能够带许许多的福音朋友 众教会能够联合在一起 一起来邀请福音朋友 来到这个Crystal Cathedral 能够来领受福音的好处 教会每一年都参与爱能改变一切的活动 我们都非常的激励 尤其听到有人 听着这个晚会就信主 所以邀请你一定要来一起参与 我实在是很诚恳地邀请我们九一地区的华人教会 我们大家一起来 让爱充满在这个呈现 也充满在九一地区 让自己的教会 接着来带领其风景会经历复兴 我真是盼望 在今年这个圣诞节的时候 所有华人的教会 一同来在这里 为主来做美好的见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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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